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 5 12 16 8 5 12 16 戰鬥我們心裡 無法告白的看位 陽光下守護正義的職務 義無反顧地奔向真靈創造的造就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眾議院的研究員 北市副社長陳醫生教授 陳醫生老師 那老師也是一路都在深耕台灣史的研究 那研究的非常透徹 那有很多的跟台灣有相關的一些書冊 都可以看到陳醫生老師的名字 那老師也很積極的都一直在栽培一些後進的青年 就是我輩我們這一輩的青年 那我們來歡迎陳醫生 陳老師 謝謝主持人介紹 謝謝主持人介紹 我們在座有關華媽媽 還有我們的牧師 社運前輩 還有各位年輕朋友 大家華安 目前除了剛剛介紹說有北社的副社長 因為我們社長今天在外縣市有活動 不能來現場 那我們228關懷總會 薛華安教授是現任的會長 我是前任的 這叫做理事長 他也不能來 所以我也是這個代表228關懷總會 我們協辦單位之一 因為今天下午在高雄 有一個口述歷史的採集活動 所以我剛剛才高鐵下車 有跟韋連牧師報備 我必須說2014、2015 從318到高中學生的反課綱 其實是有連帶關係的 同時也顯示 我們台灣的政治走到這個緊張 早出路很困難的警方 好知道有我們年輕一輩的 騎出來打招 我們知道啊 2014、318的學運 基本上是因為貨貿、福貿 這種事 這個學運一直牽涉下去 就是說 在最大的反對動 民主進步動 就要動不了 還是可以預見的 他也是動不了 立法院裡面 所謂的多數、少數 這種的標館 他如果已經打了一架 然後認了吧 就讓他過了 所以 我們的社會 特別是青年人 因為安安不行 就是說 這種所有的民主和法庭 其實已經有時而窮了 這在 2014呢 我們 彭明敏基金會 跟台教會合辦的那個 研討會裡面 沒有邀請 就是彭明敏教授 是60年前 1964年 這個自救宣言 這個起草者 跟他的兩個學生 一起來推的這個自救宣言 60周年 再來要請我們的青年人 就是吳征 還是黃守達 還有張子玲 他們參加318學運的同學 來跟彭明敏對談 這個標題 那可以說是一個傳承和超越 就是說 過去面對一個 白色恐怖的政權 在一個戒嚴體制下 亂不見人 亂不見人 那種 那是一個階段 就是說 比較容易去控訴 或者去指責 去理解他的不對 可是到了解嚴之後 到了全面改選的國會 甚至選總統 台空金馬自己選總統 之後 他這個號稱 民主法制的國家 那麼國民黨也已經 變形金剛了 已經化作 好像也是一個 民主法制體制下 的一個政黨 同時他也透過選舉 馬英九也取得了 多數 國會裡面也是他佔多數 的一個情況下 不然你在哪裡 就是透過 他這樣一個優勢的執政情況下 要進一步去深化 去侵化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如果說 這個貨貿 那就是福貿 那就是經濟的關係 經濟的關係 還不是政治啊 那你說的那個政治協議 還不是啊 你要不要去阻擋 我們知道說 這是一步一步 如果說連經濟這個東西 就這樣簽下去了 你是用什麼身份跟他簽的 你是不是有一個對等的關係 或者是你預設的未來 是一個中華的一個 政治經濟秩序體 這種想法 所簽的那個東西 這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邊有提供自我安慰 就是說 如果在中華民國憲法 那個徵修條文體制內 也確實有一個一國兩區的觀念 所以馬英九他會占的便宜又賣官 所以你看 我們的兩岸關係條例 這就是基本上是一個 根據那個徵修條文來的 國家統一權 是需要 去用一國兩區的概念 這樣簽 這樣有違反 你很難得會受罪 所以你如果按照過去的這種 中華民國憲法的殘餘 的情況下 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 那真的是會阻擋不住啊 所以說三義媽學運 就是用比較特別的 非常的手段 就是說 我先跟你借起來才說 我就是先跟你 用腳 你要說違法嗎 這樣到底算不算違法 用特別的手段 跟你占領國會 甚至也是在中華民國的行政院 跟你補一枚 這樣政風下 而且利用馬英九 跟王金平的矛盾 那麼呢 在立法院裡面 跟他佔領了這麼一段時間 引起國際的注意 這種東西呢 就是說 顯示 我們台灣 已經跟這個 沒有要 表面的民主法治 其實那個 中華民國憲法沒有解決之前 其實並沒有真正的 一個民主法治 他的國家想像 其實還是一個不切實際的 當然啦 我們說 2014的這個東西 發生的全新 就是2008年的野草莓 我們也必須要有這種理解 就是說那個時候 也已經有年輕人感覺到 如果照這樣下去 錢雲林就來了啊 代表中國的一個高級官員 第一次 到台北來 而且進了總統府 送了馬英九 那一幅 這是什麼駿馬圖 這樣的時候 我們到底台灣的社會 有什麼歡迎 有 結果呢 當然民進黨當時 參加的遊行 到了中山北路 說時間到應該解散了 可是有另外的人 沒有解散 有那個補強 其他的人 帶領群眾 為那個美術館 為原山那些衝擊 然後呢 也有蔡同榮 現在已經不在了 他的民事 就在那個精華飯店 的那個對峙裡面 董營仔去打一個老闆 SNG現場就再補出 貧窮都越來越多 透過國際媒體也知道說 好吧 你們所謂的和解 所謂兩岸要一體化的過程中 陳銀林來台灣的過程中 遭遇了這樣的一個流血的抵抗 而且中華民國的國旗 竟然在街頭被警察取締沒收 這是怎樣的一個中華民國啊 所以那個2008年 其實一直累積到2014年 中間也有反旺中集團等等 所以呢 這些2014的318學運青年 也不是突然間從天而降 那是在這種情風下 這個氣氛之下 看不出來 這樣出來 這算是說 2015的高中生的反克剛 有人會笑說 你高中生懂多少 你高中生怎麼會知道 那個克剛那個歷史 什麼日誌還是日劇 還是說中國跟台灣的關係 那個細節 但是那是一種氣氛之下 馬英九有一個急迫感 他認為這些新生代 這些天然毒 就是因為教育體制造成的 所以呢 他在他卸任之前 要趕快 把高中的克剛 為李殿輝 淡水秘 所一直往本土化走的 這樣的一個交易取向 想要扭轉 所以這裡也透過 所謂的特別的公民 有人去給他投書 那個浩泊村 當然是很特別的公民 根據那樣的投書 他就透過非專業的人 出來把克剛 把它微調 所謂的微調 這樣的時候 結果也是引起我們的民眾 特別是高中生 也是看不下去 所以呢 衝進去教愛部 也是跟318學運一樣 這個都不是很平常的手段 那麼好在呢 我們看到 像冠華 跟他的同學們 他們並不是突然間衝進去 他們在那一段時間 也已經有了公共媒體的表達 甚至上了電視 在那邊談話 節目侃侃而談 那麼我自己呢 也從那個節目看到 冠華 是長那個樣子 然後他在講話的過程 是井井有條 是經過理智的思考判斷 那不然他真的叫我抹黑 他會覺得說 你就是有問題 你就是阻塞 那不知道他是一個為了公共的利益 前面的表述已經在那裡了 為什麼而採取這個行動 為什麼而犧牲了生命 這個他們呢是很難抹黑的 很難去扭轉的 所以說到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克剛 隨著這個政黨的再輪替 隨著一個本土政黨 從這個行政權 一直到立法權的一個多數 的一個完全執政 我們也看到克剛能夠有一個 初步的解決啦 當然在這個制度的建立裡面 是不是要有怎樣的一個機制 怎麼樣的一個法律的程序 讓以後不至於說 換一個黨 接著換克剛的這種衝突 我們要怎麼來法治化 還有待努力 不過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大的趨勢 就是說 你的表面的民主法治之外 有關於國家 我們的家喻而在 我們的憲法的秩序 跟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是不是能夠結合在一起 這點呢 應該是透過我們的實踐 我們的實踐 我們的政治行動 已經走在那個中華民國憲法殘餘 那個比較落後的那個憲政秩序的前面 所以說 這個東西當然 從形式到實質的這個落實 都還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當然很不滿意 那個中華民國憲法的殘餘 所以我是很感謝 有我們這個318的學運青年 以及2015的這個高中生反克剛的這個行動 讓我們台灣要遭遇 一個政上國家的貴城裡面 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張 我也很高興 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 記名 來共同來關心這個事情 感謝